今天听说高卉宏是 也是妈妈来到现场为你助阵对吗 今天家里边来了三个人 母亲 继父 女儿 哦 哇塞 妈妈其实原本是不支持你唱歌的对吗 是 今天其实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就是最想感谢的就是一个人 他与我没有半点的血缘关系 而且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 一直鼓励着我 使我走到了现在 那他是谁呢 我从13岁就失去了父亲 然后他来到我们家之后 和我们一块儿在一块儿过日子 那时候我们生活非常的艰苦 他呢 那时候我们家里边特穷 家里边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他 OK 他一 给 给了你们温暖给了你们鼓励 这13年来我一直叫他叔叔 从来没有叫过他一生父亲 是 一生爸爸 但是在我的内心里边 他早就已经是我的爸爸 今天我想告诉他 叫一声 爸爸 你辛苦了 哇 好感动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害怕 竞选都呢 我们全家大量的支持你 我觉得无论是血缘 还有形式 其实都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是内心的那份关爱 那也恭喜你 也谢谢你的父亲 能将一如既往给你的爱 好吧我来介绍下一位 王伟 你应该对他很熟吧 很熟了 对对对 我们曾经在一个团呆过 山西阳高县二人台 中国二人台 艺术自销 实际上我说二人台 大家不清楚 可是有很多著名的名歌是改编自二人台的 走西口 五歌放羊 太好听了 五歌放羊听过吗 挂红灯 当然当然 这都是五歌放羊都是改编自二人台了 我们两个今天唱一段吧 那个二人台拜大年 拜大年 哇哦 太好了 掌声 我知道 我们两个老板 要唱什么 要唱什么 宋美 宋美 宋美大餐 乃是家家 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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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家家 宋美 宋美